進入京城民防坑道 感受到當年的緊張氣氛 京門在台海最前線 軍事設施不少 坑道超過10座 防空洞則更多 在823炮戰之後 興建高達1000多座防空洞 前線鬼斧神功的攻勢 除了地下坑道之外 像是現在在我背後的宅山坑道 暫時可攻小艇停靠 甚至在不遠處的老大茂坑道 現在還攻海龍部隊使用 不只一般的坑道 還有船艇能夠進入的水道 其中包含了長廳道的宅山坑道 還有目前海龍挖兵駐點的 老大茂坑道 同樣受到軍用管制的津津坑道 以及漁村坑道 還有九宮坑道等等 這些坑道的作用 是為了藏兵於地下 取代原本暴露在敵人 炮火之下的搶灘運輔作業 讓小艇能夠停靠 保護官兵不受侵襲 其中最特別的 當然就是這些水道 它就是隨著海水的高潮線 跟低潮線的生長 但是它的坑道都可以 就是操作 也就是坑道的坑口 就是可以符合海水 不同的潮位的高度 符合地形適當掩蔽坑道 在戰時作用很大 也難怪又引發討論 不過金門位置特殊 距離廈門禁 有人擔心要是兩岸真的開戰 金門的形勢跟處境 將會更緊張 但是我們還需要靠自己 也就是說強化防衛力量 才可以真正有效的 就是降低中共這種軍事冒險的意圖 專家認為中共直接佔領外島 機會較小 若是佔領 等於把台灣跟大陸之間的連結切斷 但還是可能用炮擊威脅 加強防備依舊是重中之重 TVBS新聞 許國恆業豐瑋 黃凱進金門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